這次帶大家去拍攝櫻花 聰哥 你說帶我們去拍攝櫻花 我們來到機場 不用飛 不用飛 是去機場 其實我們都在赤立角機場地點 只不過在現時機場機管局有新的玩法 每年四季都會找一些花作主題 這次是櫻花作主題 我們很開心來到這裡拍櫻花 但是天氣方面天陰 太陽 希望花都可以 都可以的 很多人 這次你帶了甚麼工具 這次是史無前例 重型工具 這一枝R鏡 為何帶這枝呢 為何帶這枝呢 影花不是應該用微距鏡的比較多嗎 通常影花大多數朋友 如果影花是盆栽盆境的話 就用微距鏡會比較多 事關於這次拍得比較特殊 因為影花是關於樹上的 通常我們想要捕捉一朵櫻花 或者捕捉一小處的櫻花 長鏡比較方便 再加上如果你不熟悉地理環境 不知道可以走得多近或多遠的話 用一枝Zoom鏡就更方便了 因為這枝鏡是70mm 可以去到180mm 比較方便會適合一點 還有這枝是APO設計 對 如果APO設計是低色散 花的顏色會更加鮮艷 更加結實 連花的紋味都會出得很漂亮 Leica經常說大光圈鏡頭 這枝算不算是Zoom鏡頭來講 Zoom鏡頭來講這枝是90年代的設計 這枝是95年代的單身鏡頭 95年代的單身鏡頭 這枝是2.8光圈屬於大光圈 因為它屬於行定光圈的一枝鏡頭 這也對 行定光圈 其實真的不太多 我記得這枝鏡頭我曾經拿到日本 最初也覺得很重 但拍攝後發現照片這麼漂亮 我又打燒了這個感覺 那時候我記得拿上山的立山黑布 在提霸上拍攝過的 那些通透感也很強 雖然那時候其實是M240的年代 對焦也比較難對 始終是不夠快的 但到現在用SL2S或者SL2 其實它再加上有一個穩定的作用 相對來說有很多選擇同一枝鏡頭 它是可以選擇的 這枝R70-180可以選擇這枝鏡頭 剛才拍攝了這麼久 其實我覺得它也很穩定的 防手震這個作用也能夠幫助的 這個機能無難的幫助 我們剛才已經試過了 是真的有幫助的 再加上鏡頭有適當的重量 變成你手持的力量多一點 穩定性強很多 快門速度慢一點來捕捉都可以 不需要一定用高速快門去拍攝 變相花的表現效果 可以整隊都出來了 感覺就會強烈很多 嗯 那除了這裡拍攝 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說回要留意的呢 我們先打一腳架 發現原來是不能用的 哈哈哈哈 這個提議就是 因為實在實在太多朋友來拍攝 剛才我們拍攝的時候 是多得很厲害 很多時候都是手持來拍攝 嗯 所以就留意一下 還有 草地是不能踩的 就算踩入一格半隻掌 這個Secure就已經跟你說 不可以踩入草地了 那麼大家如果是來的話 第一就盡快來 那麼第二 就是說要注意那個環境 就不要踩到那些草地 那麼我們差不多了 是啊 快點回去收拾照 那一會兒給大家看看照片吧 到處 你會不會嗎 小鳳姐 到了 來 孩子 有 你會不會嗎 在臉 我不會嗎 不 我會不會嗎 我們就可以 我會降回來 我是 不可以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起研究一下 如果你欣赏我的影片 希望你给个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听 下期再见 拜拜